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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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良 刘章派遣刘归 张润 陵包 邓贤 吴义等前来为攻 魏延 黄忠等人反而大破刘章军 刘备后来分遣黄忠 魏延率军平定广汉军 魏延术有战功 升为衙门将军 衙门将军不是杂号将军 而是衙门将的意思 赵云在长坂坡之战中被火线提拔 担任的就是此职 他虽然低于杂号将军 比偏将军还要再低一些 但对魏延来说已要相当不简单了 说明魏延在此期间立下的功劳也不少 只是重用归重用 资历还是要讲的 刘备虽然交给了魏延十分重要的任务 却没有因此打乱官职任命的体系与规矩 四方将军里没有魏延 从以上四方将军的任命过程来看 刘备在用人上是有原则 有主见的人 有功就该讲 大功就该中讲 其他无关的因素 一概不考虑 不会为搞平衡而放弃原则 同时 刘备也很注重历史 他可以破格重用一个人 但绝不会胡乱地加以提拔 和其他人绝对于是有所谓的 为了不考虑的评论 我们下期间的游戏 就是在含有所谓的地方